時辰正心 和我譚海運陪你一齊開市 Ryan 今早大使是甚麼焦點 我想大家都繼續留意著內地的債務和債務債的情況 另外有些數據會公佈 大陸會公佈百月份的藏身服務PMI 還有一些陸陸續續的外圍央行的議息的結果 我想大家都會關注著 今個星期就是澳洲央行 及加拿大央行都會意識 整個人央行的息口而逃避 大家可能會留意的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先看看上日外围的情况 今晚美国劳动节假期,美股有市,欧洲股市先升后回,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普遍向下 我们和Ryan聊聊外围的情况,因为昨晚没事,我们聊聊,不是即日走势 摩根大通建议,投资者应该低配美股,他们说到现在市场情绪是致满而且信心偏强 但他们就忧虑企业盈利有再度下收的风险 因为环球股市较为美股更具有吸引力,所以建议投资者低配美股 将较小的份额放在美股里,可以留意环球其他市场 摩根大通就进一步指出,市场情绪明显自满 反映市场恐风的fixed指数就处于低位 而且害怕错过投资机会的情绪完全是占据上风 股市投资者的信心之强,令他们感到非常忧虑 他们说到即使9月股市通常表现疲弱 但目前市场的情绪和头寸也不是看跌 又认为投资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国经济圆着陆的情景 好,Rion现在就开始美股进入一个调整周期 而且开始不同的言论或者有大行都说 即使不敢看跌美股,不敢去做淡 但都说未来的升势可能都不及其他市场 看到港股昨天和加埋内地市场 好像那些舊市政策真是陆陆续续出台的时候 其实亚洲区这几天股市都叫做做得很好 你又怎样看摩根大通的建议呢?你觉得未来第四季的投资策略方面 是应该说是低配美股,还是你继续看好美股会跑赢其他市场呢? 我觉得摩根大通的看法其实也挺有理据的 当然低配就不是叫大家沽清手里的美股持仓 但是你刚才也解释得清楚就是你要持仓里面不要有太重的一个美股份额 这一点我同意 这一刻当然你真的要大手去做淡美股 比如ETF也好,或者用其他的工具也好 我觉得风险非常之大 因为在技术上美股其实你无论看几个主要指数 下方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强少许的支持 而市场对很多的重磅股的看法 仍然都是处于偏向乐观的状况 所以就不是说美股转头就会立刻有一个转势下跌的情况 而且重要的是现在整体的大市仍然有一些主要的重磅股主动 通常在跌市的前夕或者转势前夕 那个升势都会蔓延到一些中小的股份 美股暂时还未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的确,为什么我同意摩根大通的看法呢 因为其实目前市场的气氛似乎对经济 大家很清楚的经济是会软作力或者是不会有一个很强的增长 但是这个看法就反映了在美股的重磅 但是美股不要忘记,年初至今累计升了不少 来到这些位置的确是需要有一个整固的局面 所以如果你早前是过分重磅的话 现在我会觉得真的要减一减仓 但是如果现在五成加五成股销的话 我也觉得可以先观望 而且反过来,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说真的完全没有美股 我估计你说的,我转过去美股现在买货好吗 我又会觉得这些时候 等一等才会比较好 是的,有些数据其实大家都要观察 我们看看上天猴子的走势 好,那就开一张图给大家看看恒指 好了,港股在9月第一个交易日是做好的 一度升超过500点 恒指高开210点之后,最多升517点 收市升462点 收市就是保18844点 升幅2.5% 国指升201点,收报6533点 升幅3.2% 科指升125点,升幅3% 大市全日成交1526亿 是7月31日以来最多的 一起看北水盘 北水连续第10日,北德淨流入 金额是43亿 迎付基金有8亿4千万 北水淨流入 中海邮就有5亿7千万 工行有5亿3千万 中国平安就有3亿7千万 淨流出方面 美团有5亿9千万 快手有3亿6千万 你想汽车有3亿3千万 我和Ryan谈谈谈大市情况 港股上日做好 高位一度逼近18900点 一度升穿了50天线 收市未能站稳 但仍然站在20天线流上收市 ATM做好 腾讯和阿里就带动恒指升大约100点左右 内房大升 容创升了三成 中芯都升10% 消息表面上 就是内地多个救市政策推出 包括北上广深都落实了认防不认态 即将会减高个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还有市场之前都会忧虑 港股就是因为 陈茂波出声 减印花税未必能大幅刺激港股 所以大家就觉得有机会不减 昨天陈茂波在出席公开场合 就说到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他还说到成功提高股票的流通性 是不能够单靠一招的 他说要成功要到位 一定要出组合权的 要几招一起做 令到大家的憧憬 就是再度昔蚊 九月港股其实有个不错的开局 还有成交不小的 周末期间其实看回不少人都猜了 今次的上升可以去到万九点 其实昨天高位就差100点左右 你又怎样评估后市的阶段呢 你预期今次是一个转勢可以追货 还是只是一个跌市中的反弹 适宜是趁高减持呢 转勢来说暂时还不是 但是如果看什么位置 19000点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位 你看回在八月中的时候有个下跌的列口 下方是18800 上方是19000点左右 不够1991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当这200点是一个阻力的区间 暂时来说 恒指现在似乎受制于 这条50天线或者阻力的区间 在技术上这些位置需要比较大小的动能 才可以冲穿 好了我想港股来到这些位置 有机会需要进行整固先的 因为你但凡去到阻力位 低位累积了货底的资金 其实来到这些位置会获利 或者会解一计数先的 所以你说继续向上的动力 暂时来说不是很足够的 可能是需要整固要存力 才是再走多一转 上去大约100天线 19300点左右的位置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 但是要留意 反过来的话 我想大家要开始看着那个 RSI 那我们就看回九天RSI 如果你说看九天RSI 在六月中和七月底的时候 恒指建顶那两个顶 其实那个RSI 去到大约70 松一点的时候 指数就掉头回落了 那么九RSI和我们看开的 十四天日线图RSI 当然那个频率或者是整个 即解释性操作都会有 少少不同 但是我在一个指数上面 那个参考性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技术上就会这样看 因为之前我们就看着十四天RSI 看到那个指数 短线都会捉底了 在八月底的时候 八月中的时候 碰到那个底 那时候的十四天RSI 其实已经是碰到三十楼下 即是超迈的位置 所以 反过来 今次 你就看回一个比较短线 因为今次我们视为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看短线才知道RSI 好了 那么你说 从一个中市的角度 恒招怎么看呢 始终在宏观上 很多是不利的因素 仍然会困扰着大市的气氛 的确的 单纯减印花税 就不足以刺激港股的交投 通常港股的交投 都会是来自 它有一个声势 或者一个很好的趋势 大家很好的气氛 但是暂时来说 市场都是担心 不知道会有什么 因素 或者不知道有什么政策 影响着金融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尤其信心不足 你变成了 整体的中港股市 都会容易跌难升 我自己看 今年的低位 未必已经出现了 现在也是上早 现在也是9月而已 所以 我想 仍要审视今次的指数 是不是可以站在 19,000点楼上 要真的 不要单纯升穿 你起码有几天 收到19,000点楼上 你才叫修复之前的列口位 是的 是的